监听一下网络这门视频 这个视频出了之后很多朋友爱托 那我说一下这个肯定是一个犯规 护球手呢一定是建立在自己援助体内的一个动作 起一个保护的作用而不是进攻 规则也说了进攻队员不得伸展他的手臂 超出自己的援助体以获得额外的进攻空间 这样造成的接触是由进攻队员负责的 当然啊这场比赛呢身体对抗的尺度呢双方都可以接受 所以兄弟们也不要再去计较什么了 这球是个好球啊最早出现于我们松马老师 这是一个合球之后的012 合球之后左脚接触地面为0 随后一二两步上二 这一招可是一对一的大杀器 这球我觉得兄弟们大部分都能看出来了 肯定是一个盖帽犯规啊 按着对手的肩膀去盖帽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在盖帽的时候接触到了头部 肯定是一个防守犯规没有问题 这个视频啊其实能讲的点非常多 我来给你们一一分析一下 首先这不是一个正常对抗 这是一个推认犯规 在我们野球场经常见的一个动作 很多人认为这是好的防守 通过手臂躯干位置主动发力 阻碍进攻方正常行进的 这肯定是一个犯规 最后这个转身搂人动作呢 也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而且这都搂到脸上了 肯定没有争议吧 进攻犯规妥妥的 后面这个防守动作呢也是犯规 非法用手来阻碍进攻方的一个行进 也是防守犯规 那后面这个翻碗 也就是我们说的携带球尾力 已经翻到这个程度了 肯定是没什么争议了吧 携带球尾力妥妥的 比赛胶着的鞋头出现了这样 比赛越胶着 判罚就越要仔细 我们可以记住这么一个点啊 在投篮动作中呢 球在上升阶段任何人都可以触碰 球在下落阶段任何人都不能触碰 如果球接触篮筐之后弹起呢 是任何人都可以触碰的 这个是一个好球 就是说我也经常能刷出来一些 别的国家这样去打篮球的一个视频 我也真诚的发问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规则才算犯规呢 有没有懂得兄弟大佬给我科普一下 真心求教啊 今天视频就鉴定这这 下期见